都怪年轻时写歌没轻没重 到老了还要硬着头皮唱高音 这是年轻时的信 这是52岁的信 他在音乐节上唱死了都要爱 宁愿翻车也绝不降替 前有信音乐节上翻车 后有张学友偷心翻红 可就是这首王家卫一级放三遍的偷心 张学友却总共唱了三次都不到 90年出了以后可能参播我们当三次 谢谢单华的 白相对目的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不能分辨黑夜和甜蜜 是谁偷偷走我的心 当然除了张学友 还有58岁还在演唱会上唱跳的郭富城 只不过以前的他是这样的 对你爱爱爱不永远 现在的他被网友调侃成像快没电了的玩具 只能说天王也爱不动了呀 还有咱们的R&B 叫父陶哲也难逃被自己写的歌折磨的命运 细数他的翻车现场那还真不少 听说现在的意义真的大惊议 好比特途好比赛的星星 你都已看不到我们的好 我还为谁牵挂 你爱我还是想 是否沉默就是你的回答 我们都别挣扎 张碧晨在音乐节轻唱光的方向 结果没唱两句就发现掉起纲了 要说最经典的还得是张信哲 他唱我们的爱时那一套自动降调连招 绝对不服不行 从那一天起 我忘记了呼吸 眼泪啊 永远不再 不再哭泣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当薛之谦当着原唱林子祥的面演唱 敢爱敢做 不出所料 一开口就翻车了 浪雨不向我 鼎鼎飞飞 肖景腾天的阿信 唱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时 那场面真是你不笑都不行 陈奕迅与叶倩文合唱《兰花草》 唱到起高了那几句 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有从山中来带的兰花草 从来小面中喜欢花怀草 每天看三回 看的花也空 兰花却依然 抱也无一个 当然也有连声多替 也依然照唱不误的歌手 就比如李嘉威的这首《煎熬》 林俊杰都差点唱到要回家继承家产 被惨无数歌手 但他自己却总能完美拿捏 心一跳 爱就开始煎熬 心一跳 爱就开始煎熬 每一分 每一秒 心一跳 爱就开始煎熬 有人到老了唱高音力不从心 有人却一辈子保持好嗓音 世界知名女高音马格达奥利维罗 96岁时在教堂演唱 拿乐谱的双手在颤抖 但是声音依然稳定通透 当然了 在华语乐坛 像他一样声音涌住的歌手也有不少 张少涵是真的不会老吗 42岁状态依旧很能打 就连看他演唱会都是种享受 无论舞美设计幅画道 还是本人唱功和状态 都是一顶一的好 王兴玲年过四十 在内地参加浪剪 突然翻红 连节目组都得为他连夜改剧本 不仅商演接到手软 更是各大音乐节的热门嘉宾 在台上又唱又跳的他 无论是身材还是嗓音 哪一点能看出来他出道已经21年了呢 还有经历过气风波的周传雄 终于在去年和粉丝在演唱会上集体大合唱 虽然他已经年过50 但当声音一出 他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刚啊 这些歌手唱歌几十年可音色和能量还能依旧保持几乎不变 若非全情投入 又怎能永保天籁呢 果然唯有热爱 才能抵御漫长岁月 看完别急着走 小姐姐还有综艺爆笑和实力唱将等专辑任你挑选 还不快点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